好 五分鐘加一分鐘 好請主委 來主委 我只要你保證就好 我可能三分鐘就下來如果你可以保證的話 主委 你們不要說話都不算話 我只要保證我真的可以三分鐘就下來 馬總統保證農產品 中國農產品不進口 現在又要進口了 然後早上你回答委員 我有認真聽說那是2008年的 2012他沒有說 這算是一個政治家的 的政見嗎 我2008年說的 2012就不算了 我跟委員報告 我舉了一個 好啦你不是馬英九啦 你不用報告啦 我要你保證我很高興早上我也認真聽 你有保證 美豬如果開放你要下台 很好 這才像個政治人物啦 不要學馬英九 不要說下台就是政治人物 來 主委 那你可以保證這830項農產品 在你任內不會幫農民把關嗎 我絕對是會把關 會不讓他進口嗎 我想這一個部分 我們還是 你的把關是要讓他進口的把關喔 不是我們絕對是以台灣的利益為優先 那你的把關是不讓他進口的嗎 我們在ECFA後續的談判裡面耶 我們會堅持 我的時間很保貴 不要亂罪我的時間 你只要告訴我yes or no就好了 因為我的時間有限 可以嗎 你可以保證他不會進口嗎 我們在談判的過程當中會堅守這樣的原則 那你的意思是 你若談判也可能會棄手啊 我想這假設性 那如果棄手的你要怎麼負責責任 我想這個假設性的問題啊 好 所以你就是沒有保證嘛 你的保證是沒有用的 無效的保證 因為我看到報紙就已經寫了 金建會你成立自由經濟示範區 當當當引進大陸 就是中國啦 830項農產品加工 九層外銷一層內銷 早上你說不會啦 十層都是外銷 是不是這樣 到底是九層外銷一層內銷 還是全部都外銷 我想我們農委會是全數外銷 農委會全數外銷 啊經濟不是一層外銷 一層內銷 農產品加工加值當然是挺農委會的啊 為什麼這裡寫的是九層外銷一層內銷 那個不是正式的文件 所以這個是錯的 好你在這裡保證全部外銷 是 農產品的部分全部外銷 如果又有內銷呢 那你就是看 你怎麼 誰負責 我負責啊 你怎麼負責 就是按照委員的意思啊 好按照我的意思就是跟美豬一樣 下台負責好不好 是是是 好 你自己說啦 不要我逼你啦 第二次下台了咧 看要幾次 主委 這個地方不是開玩笑的 真的啊 我要再提醒你 真的你是準備要放了嗎 沒有啊 是個真的 沒有啊 那為什麼會是第二次下台咧 不是 但是每一次都要講一樣的話 因為我們需要你的保證 因為你有沒有保證不值錢啊 要你自己說啊 那保證不值錢 我不是站在這裡跟你開玩笑的 那保證不值錢你就不要問 我們有多少農民啊 你們就這樣開玩笑啊 沒有我已經一再跟你講了 你還這樣說 說我的保證不值錢 那你為什麼要問咧 對不對 你們的保證如果值錢 今天我就不用站在這裡啦 不是啦我想好 你的保證2008你說的 2012就不算了 還好意思 我想我跟委員報告 還好意思說 你保證了兩次 好 我們有時間跟你算 來我再 我再問你齁 好 你們這個叫做自由 經濟示範區 我們現在有一個港區 我們港區裡面有 走私都沒有辦法 好好的杜絕了 我們的農民真可憐 港區走私放了一些 再來呢 又有一個自由貿易港區 自由 除了海港空港以外 再來一個自由貿易港區 那自由貿易港區呢 裡面再放一些農產品 現在在一個自由經濟示範區 到底是有幾區啊 到底你們要在幾個地方 開門啊 開洞啊 我想這個是 對於台灣農產品 加值 外銷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策略 非常重要的策略 它進口全世界的原料 按照 加上我們自己的 國產的原料 不要自欺欺人 全世界的原料 說得這麼好聽 也不過是中國 我們進口的 這個農產品來自於全世界 包括麵粉 絕對不是從中國 大陸 就算你真的在這個港區裡面 全部都是加工以後外銷 還是對我們農民的打擊很大 還是對農民的衝擊很大 為什麼 因為現在農民 直接外銷的價格 在它進口農產品到台灣來 加工以後再銷出去 這它也可以叫MIT 這也會衝擊 對我們台灣的農產品 也有很大的衝擊 我想這個部分 可能委員誤會了 我們外銷的部分 跟這個自由貿易示範區裡面 經濟示範區裡面 外銷加工的部分 是不同的 是不同的 連貨號的編碼都不同 是啦 有多少人知道你的貨號編碼 我想在這個 你們有說只要35%以上的 加值啦 那就是加值啦 35%以上的 你可以讓它掛MIT 不是嗎 這個是實質轉型 實質轉型 這是國際的規範 所以它如果有實質轉型 35%的這個plus的話 它的價格當然就是 會高嘛 不會跟我們競爭嘛 主委 我知道啦 我知道你在說什麼 可是問題 實際上受害的這些農民 跟受益的農民 來 我最後 最後 一句話就好 好 來啦 主委 我最後告訴你 就是說受害的農民呢 跟受益的人啊 它沒有從受益的人那裡 得到任何的補償 你懂我的意思嗎 執行 嚴格執行 對啊 我是 我是替農民講說 受害的農民 你受益的人去受益 可是我受害的 並沒有從受益那裡 得到任何的好處 主委 不要只有 不要只有照顧商人 不要只有照顧商人 要照顧真正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 好 謝謝 好